来 你向老钱 什么会儿 你好 今天完了 正常吧 我第一回联系 先测试一下 什么会儿你说吧 实在的 因为看了你几回直播 这个我有个观点 就是对于美国的一些好的现象 我们是应该学习的 等会儿 好的现象我们肯定就不能够学习吧 对 你方不方便 等会儿 你能不能 你这个内容就是先让你说话 能不能说五分钟 可以 可以说五分钟 那这还是得 我上厕所去看你今天 我一听你说话 我有点内存满了 我清个内存 你等会儿啊 你等会儿开始说 我刚才也清了 等你的时候等好久了 去吧去吧 然后我一边说你一边听啊 听得见吗 是这样的啊 我不管他听得见 我先说不行 我再来 再说一遍吧 今天在群里讨论了一下 然后呢 讨论了就是我觉得 美国呢 还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不是完全 都是不对的 是吧 比如说呢 就是因为我呢 涉及的是教育行业 所以呢 我就觉得美国的高校这一块 对于这个毕业率的评价 就是毕业率的统计啊 以及就业率的统计啊 普遍比我们国内的高校啊 比很多 他们大概毕业率 在五六十的样子 而我们毕业率呢 基本上是超九十 低于九十如果是九八五二一一一学校 现在叫双一流嘛 这一类的学校呢 肯定是没面子的 低于八十了 所有的本科院校都没面子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一个面子啊 我觉得不应该要 我觉得应该学习别人 毕业率就卡着 你水平不过硬 考核没通过 就不给发毕业证 该重修就重修 是吧 就是该补考就补考 但是呢 像以前还有一个清考制度 清考什么意思呢 就是重修补考没通过的 就是想办法清考过关 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应该提倡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就业的问题 就业率的数据啊 统计的很漂亮 基本所有院校都是过百分之九十 但是呢 据我了解的 当然啦 你需要数据 我们可以私下提供 因为这个毕竟直播环境啊 我们点着某个具体的高校去说 不太好 是吧 就业率这个东西啊 应该统计是本专业内的就业率 比如说你是个学建筑的 你在建筑相关的行业群 去工作 这个就业率是可以统计进来的 但是你从一个建筑专业毕业 你转头 搞快地去了 或者开地第一去了 这种数据是不应该统计进来的 而且这在我看来也是个面子数据 但是呢 我也知道这种事儿 难得改 也就是说吧 很难说是 一两代人能够改的问题啊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数据应该统计正常才好 而不是靠面子工程去撑着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活烂这就是 这不说呀 也就是说我觉得 最终是应该 我觉得美国这个高校的统计啊 它大概在五六四嘛 然后呢一流高校也比我们的 就是它的一流高校 对比我们的清北来说也比我们的 我觉得没必要在这里要面子 我指你妈这是五分钟 这个就是癌症 你他妈三分钟就说完了 我他妈没拉完又夹断了 我出来的 没事了 那不好意思 因为没人接花的时候 我在这里自言自语 就我不打断你 我不打断你 你自己输出不了 嗯 我也没稿子 所以我就这么交流想法 所以你最终你最终的想法是啥意思 你觉得就是国内就是 毕业率不用等那么高 该不毕业就不毕业 对我觉得该不毕业 首先你你横向对比的 98521双一流大学 你知道对比国外应该 横向对比什么学校吗 QS排名学校 对 QS排名学校用什么数据去计算 QS排名知道吗 我不太清楚 所以这里来 就是毕业 就是毕业率和就业率 以及他们上班挣多少钱 他为什么能拿QS排名 就说把这个数字要高 他才能拿得上QS排名 当然这不是唯一 唯一里面一个衡量标准 它是里面其中的一个标准 不是说唯一的标准 很多标准 包括你学校的这个科门啊 包括你这个里面出现过多少个 什么各种奖啊什么 这个也是 也是就横向对比的东西 所以说 如果你对比的是国内985211 你说没必要去卡这个毕业率 那你可以这么说 这个学校永远变不了好学校 虽然你不你可能没上了QS排名前100 但是你你要不放弃这个数据的话 你永远都上不了 这也是国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而且像国外真正有QS排名的学校 毕业了以后也是非常追求这个数据数据的 但是你看一下 我们四年的本科毕业率其实不高啊 不是你四年本科毕业率 你拿的是什么学校比的呀 我参考了一部分的数据嘛 你参考了哪个部分的数据啊 你从哪个部分数据来的 网上可以查嘛 基本上美国本科毕业大部分都是 就是超过90%的真美的 来 那咱就耗信一把 来 这也不是说博学 大家好好的讨论问题嘛 有些该学的应该学嘛 不是 关键你说的美国也不是这样的呀 那你可以查一下 对吧 现在我也不好分享 所以说 美国本科就业率 美国本科生的就业率非常高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已经超过90% 在众多顶尖大学中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最高 达到了93.3% 其他几所大学的就业率 也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如斯坦福大学 好 等会儿 人家的就业 美国本科就业率 都超过什么90% 是 是这个数据吗 咱们现在说的 一流的差不多是这样 那刚才咱们讨论的是啥呀 我这里比他高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毕业率的话 四年本科毕业率 其实也比他们高很多 而且呢 这种 就是说吧 好像把决定毕业啊 做成一个任务下发下来了 不管的 觉得怎么样 这一点我是很反对的 本科不毕业完了 去上班也算在就业率里面 那我不清楚 这边美国 你上美国上大学 上第一天 辍学不念了 完了你去上麦当劳地点餐去了 完了这算美国本科就业率 算吗 我问你 你说算吗 我说美国不清楚 所以我过来问你 但是国内 不是你刚才你不说 你美国你不是有数据吗 你怎么又不清楚了呢 我有数据 但是不知道数据哪来的 所以你不在美国在我 所以我 我他妈也百度搜的 我刚才百度先搜的 但是哈拉我说一下 我们怎么统计的 就是你比方说 你是学建筑的 或者学计算机的 你没有从事建筑 或者计算机工作 只要你就业了 就算你一个就业 这个我觉得是统计也不合理 这个统计不合理 对 你应该本专业类就业 那我这么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学编导的 我出来不当导演 我上剧组里面去当制片了 甚至当他们厂务去了 我先去积累一点经验 这种不算就业 这种算 因为你还是沾边了 那好 那怎么鉴定不沾边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你说学的是金融 但是去送外卖去了 对 那你说这个 我倒是能理解 从正向方面来讲的话 你学金融的 你送外卖怎么能算 但是假设说 咱假设说 只是举个例子 这狗屁不是 他大学就完全是混的 考上了八年本科 他完全混的 狗屁不是 啥能的没有说话 他们说话都说不明白 逻辑混乱 为人也不行 早也不洗 胡子也不刮 一天长得离远看 跟他们道士似的 完了一身嘎吉窝味 他现在找不着班上 完了这种就是硬性 就给他算一个失业率 他失业了 你不考虑他个人的问题吗 首先 在国内很少遇到八年的情况 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四年毕业 连从小的都很少 哪年哪 几年毕业的 现在水涨船高 以前大学生很牛逼 现在 你作为一个本科毕业大学生 是个基本要求 能不能找到工作都两说 别说能不能找到相关对口的工作了 就算有相关对口的工作 你本科的学历够不够支撑你在里面的要求的学术水平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你想的这个东西你想的挺好啊 他有助于提升什么东西 他哪个东西怎么怎么着 那不是你想当然的问题 如果说大学本科是一个平均水平 他就变成了高中毕业水平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现在大学生的本科毕业 跟我们曾经以前的高中毕业差不多 中专毕业一个水平 虽然说学历上来讲 差了是一大段 但是含金量 它的含金量以及它的价值上来讲 跟以前中专毕业可能没有 现在大专跟等于以前的中专 现在的大本等于以前的高中 你明白 差不多水涨船高了 大家都上大学了 以前大学生是全村的骄傲 现在大学生是普遍的状况都有 对吧 然后我们在我就不透露我院校 就是在某院校里面 我们开了一个四点半 就是按这个套路 然后每个阶段 比如大一生大二 他考核不通过 就强制重修 当然给一次补考机会 补考机会再没过 那你因为怎么上大学 应该不给补考机会 就是挂了就挂了 你就淘汰了 你父母给你交他四年学费 最后一得他没得他明白 没考好实力了 大学不毕业滚 回家 你应该是这样的 补考也给 如果补考没过 考核没通过 而且我们做的也比较科学 不是那你认为是不该给吗 如果他没有过 补考还没过 我们是不与不绝的 也就是说 补考再不过的话 完了他怎么毕业呢应该 大一生大二都生不了 那就是补到过为止吗 补到考试通过为止吗 对 好这个时候中间 你能不能选择退出 不念了 他可以选择退出 好可以选择退出不念了 那所以你的要求是啥呢 是让他念四年 完了不过不给他毕业证 还是说他退出不让他退出 他可以退出 那你的要求 你的提议是啥呢 你的提案是啥呢 你想你想做啥样呢 我想听听 我们现在有一个四年版怎么玩的呢 就是他每回深阶段考核的时候 我们也不考 然后呢 比较客观的考 包括这个负责收购的老师是不参与考核的 然后呢 如果没过给一次不考机会 如果不考机会还没过就强制重销 所以呢 在我们这里呢 把重销制度给提上去了 也就是重销率就会很高 那他对还是不对啊 我觉得应该对的 所以这一点是我向国外学的 好那我说 你说个不对的吧 我问你啥都是对的 你所以哪不对啊 这不是我们现在学国外这么搞的吗 所以我就是国外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原来是咋搞的 原来在学他之前我们是咋搞的 原来如果我们把清考制度上涨去的话 基本上毕业率是90%以上 然后现在这么搞呢 毕业率也就是五六十了 然后到了五六十呢 基本上每一个人在工作岗外上都能够读到一面 等等 原来毕业率百分之五六十 剩下就是大学生只有一半是毕业的 平平差了吧 原来是90%有清考制度 现在是一半 现在是大学生只有一半能毕业的 剩一半毕业不了 这个四点半 对 就现在毕业率就百分之五六十 我又好奇了 来来我查一下 你这个又是跟哪查的 百度啊 哎呦 何必呢 你跟网友把我的 把我这个打出来干嘛呢 不好吧 就是但是呢 质量确实不错 用人章我也很喜欢 你们可能不相信 你们可能也不相信啊 但是呢 有些东西还是不少 美国呢 很多地方我也看不完 我在美国呢 也工作过两年 然后呢 很多地方也看不完 你说两句英文我听听 哎 英文不行 你工作两年干啥 你干刷碗了 我当程序儿去了 我当程序儿去了 这一点你没必要让我找公众证明 你需要证明了 我们可以私下给证明 不是 当程序儿去了 那个 那个 自动显示当前时间 你给我说一下编程咋编 你在控制台下面 还是在窗口下面 啥环境说吧 在CMD里 CMD嘛 好 低语言吧 对 好 调文业片还是调C标准库 都行 都行 你说一个就行 来 那就去系统时间调 GED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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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这一类的函数 不止够好多呢 然后取完之后 年月日把它格子化出来 再Branded就完事了 行行行 行 说的反正我是怎么没听懂 好像是会 你念 你念 你念我这个东西大老 是不是咱俩要看的这个东西 我看看啊 施行毕业率为90.6% 对 这就是 就是我们市里面以外的事实 也就是说确实是这样 这个数据其实 你要真考 其实我觉得真考是为学生负责的 他出去以后他不会 不是 不是大哥 你不说百分之五六十毕业率吗 他到底我听你的 还是我是看这个数据的啊 这个数据 不是我们十点半的数据 你们十点半是哪个十点半了 我查一下吧 我不信 我不信 我没听说过大学生一半毕业不了的 你跟我说哪个地方 我查一下 毕业不了就重修嘛 给重修嘛 对 重修嘛 所以一半是哪 你还是 你认为有一半都会挂科会重修 大概 就是 就是 一次性顺利 四年学完的 就是四年 毕业率的话 就降到五六十去了 但是这些人 学的很扎实 但是呢 我并不是说是 不给他学习的机会啊 也就是说 应该还是给 就会给同学有机会嘛 挺好的嘛 你没必要挖我背景 我觉得是这么多 不是我挖你背景 哥们你这数据有相当大的问题 你瞎说啊你这是 对不对 唉 挂科率 咱查算挂科率吧 你看啊 各大学的 这是百分之十几的 澳洲的这是 帝国理工的东北挂科的 百分之七点 七点五 我差五六十 你们的学校该快快快倒闭了 我估计 唉 就这么说吧 你们要觉得我造谣 百分之七 你还跟他说 百分之七左右 不是啊 那你啥意思 你啥意思 就是挂科了以后 就走关系了 给老师贿赂 给套房 就过了 哪倒不是 就是降低懒度嘛 也就是学校是追求这个数据嘛 其实我总觉得数据意义不大 就是个人变质问题 就这么说吧 今天群里有人讨论 就是马云啊 是不是等会儿 不是哥们儿 你这数据拿不出来 完数据意义就不大了 那我就再打给你了 不是 你这数据怎么意义还不大了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查我们这个 不是我查你这个 我查不着你说的这个数据啊 百分之十我都没见着 六七都是五六七一的级别 海外也是一样 唉 这样的 你要学校数据我 多么聊天后我给你 我可以提供数据支撑给你 不是 然后你 你聊天后 我说白了我不 我哥们儿你下了卖 我就我就 我就懒得去管你 你说那些 我因为你本身你说都屁话 我说实话 这咱俩咱麦克人咱俩就说嘛 你数据查查嘛 那你告诉我查哪个网 咱现场就查嘛 我想看看哪个学校百分之五六十 我也不想给我惹麻烦你 非要把我所在的单位给你说出来 你说我听听来 你说我听听 我跟我没关系 我就只是 我不跟你单位没关系 我只想知道哪个学校本科毕业率百分之五六十 这不你拿的数据吗 对不对 我拿出来我也很尴尬 所以到现在到现在你认为还是有呗 是吧 我有 你这样吧 如果下回我拿不出来 你直接把我挂在网上骂也可以 是不是的 你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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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就扯淡 你查不着的数据哥们儿你自己勒个表完 我就信他 我得去起码能查着吧 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数据单位一说 那一堆的事情就来了 你看这还有说我卖客的什么的 我压根就没提 我告诉你 我这我这也有个数据 我给你念个数据 这个数据我不能说是从哪来的 但是我跟你说 其实聪明人都有 都懂 隔我这连卖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啥 真的 所以我不敢随便给 对我就是 你看你 你觉得 对你觉得你是那九十 你觉得你是那九十还是那百分之十 而且我这个吧 确实在我运营过程中 也确实招到一些学生的分益 有些学历开始 也对我 你连老钱呢 老钱 你连人话都听不懂 你他妈睡觉吧 啊 去吧 我说哥 我这连卖百分之九十都傻 你能不能给点回用 你就是一点饭也没有 嘛 给你点首歌了 那还随时活呢 如果说聪明人跟有毛病的人是一九开的比例 那么那百分之九十的啥 一定都以为自己是那百分之十 而那百分之十的人都以为自己是另外那百分之九十 为了最后 为了最后